然後再用什麼 用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用固定欄寬下一步 找到台北市望華區 下一步 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一欄不要賄賂 那最後放在哪裡呢 放在D 因為我剛剛不是插入一個D D欄的放在D2裡面 按一個完成 有沒有區就出來了 其實剛剛做的動作就在做這個 那如果第一次找到望華區 就新增一個名稱 因為不然的話沒有名稱嘛 所以呢我們就是啊 新增一個名稱呢 在這裡 在這邊再插入一列 這邊按右鍵再插入一列 剛剛第二個動作要做什麼 就是 把這些怎麼樣 我再複製一下 他剛剛做的動作 我再模擬一下 他做的動作就是 Ctrl V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把這些範圍 Ctrl向下 做什麼呢 做移除重複 要不要擴大 不要擴大 移除重複 確定 12區 其他做的動作就這些 應該了解意思吧 所以剛剛程式就是 先一個一個找出他們是哪一區 然後如果是第一次出現的話 就 加一個 萬華區進去 對不對 所以呢將來在 我們做完這些事情之後的話 再把 裡面這個output output 實際上就是那個list view list view清單 先把它什麼 先清空 也許上一次有做過 沒關係把它清空 empty有沒有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分別 把那個 我們將來要做的那個什麼 項目 因為將來 我及時給各位看一下 放進去之後的話呢 將來你他在做什麼 做超連結 連結進去的話 才能夠把這個清單給叫出 這個有沒有最後這個地方的這個 list view叫出來 那這個地方 這個動作 其實在程式裡面的他做就是 做下面這一 這個範圍的程式嗎 在哪裡 在empty 在這個地方下面 這些動作了 我剛點了沒有 他就做這些動作 但是 其實可以做成靜態的 那等下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著 稍微把這個程式嗎 打開來 然後也了解一下我剛剛講的邏輯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也試試看 在ecel裡面 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他剛剛做這些動作 實際上就是什麼 切字串 切哪些字串呢 切前六個字 然後呢 如果第一次出現的話 就把它放在那個 regio區裡面 所以最後會出現有12區 那我們也可以用ecel來模擬 好 Real traffic 每一個人都沒辦法 實際上 我們有必要 과 在柳工